八卦追剧不断刷 这里是小南瓜 郑爽作为娱乐圈中的话题女王 她的很多行为都遭受着不少争议 前段时间因为带货直播不专业 还被大家狠狠地吐槽挂上热搜 看过这场直播的朋友们应该还记得 当时郑爽和带货主播猫妹妹合体卖货 由于猫妹妹推了一款被自选的燕窝 才导致郑爽当场闹起了情绪 因为这次耍大牌事件 很多网友甚至吐槽郑爽脑子不正常 巧的是前几天辛巴的燕窝事件 假好和郑爽之前的燕窝是同一款产品 这款燕窝就是近期网上曝光的假燕窝 其实是风为糖水 燕窝含量为零 就在辛巴这次燕窝事件翻车后 很多网友又翻出了上次 猫妹妹和郑爽带货时的直播回放 当时猫妹妹在介绍燕窝时 也是夸大其词 成孕妇也能用 记得郑爽当场发脾气 提醒粉丝不需要的产品 再便宜也不要购买 看完原视频后 不少网友表示心同正爽 昨天之前不少黑的网友也纷纷道歉 明明是对大家好 却被莫名其妙黑了那么久 不知道大家对此是怎么看的呢